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观众朋友们熟悉的面孔 它就是我们昔日在这个舞台上 最强大脑时第十七 迎来了脑王盛典八进六的比赛 这一期节目组请来了重量嘉宾 也是最强大脑的老朋友 西湖大学的校长施一公教授 施一公参加过好几季最强大脑 值得一提的是 进入脑王盛典八强的杨英豪 是他学校招录首届本科生 第七季杨英豪被罗伯特 戴希盟和施一公争相抢财 罗伯特 戴希盟代表麻省理工向杨英豪伸出橄榄枝 施一公代表西湖大学邀请杨英豪加入学校 当时被传为佳话 而水哥王玉恒曾经是第七季中国战队的队长 杨英豪是队员之一 本赛季观众一定看得出来 王玉恒太爱杨英豪了 杨英豪比赛时 他比自己参加比赛还紧张 难怪庞博调侃 把施一公称做杨英豪的二伯 把王玉恒称做杨英豪的大哥 闲言少叙 书归正传 这期比赛第一场比赛项目是 Q牛快跑 这场比赛不产生淘汰名额 获得排名靠前的选手 获得第二场比赛的时间上的优势 这也预示着这场比赛第一名与最后一名相比 将在第二场比赛获得14分钟的优势 这场比赛白宇鹏 楼开元获得前两名 杨英豪第三 石明星第四 王宇轩第五 苏畅第六 王兴冉和常俊朔分裂第七 第八名 第二场比赛是脑王胜点八进六比赛 比赛项目分为A项目 线索战和B项目 一行中注 两个项目必须全完成 用时短者获胜 这场比赛耗时三个多小时 没想到的是 最后出场的常俊朔创造奇迹 只用了不到35分钟就完成了两个项目 获得了第一名 这场比赛中 石明星获得了第六名 他能晋级多亏苏畅和王兴冉 没有完成作答 他侥幸晋级 做时苏畅与王宇轩战略联盟 朱辉宇被算计而淘汰 苏畅上一期比赛中淘汰朱辉宇 争议较大 主要原因是王宇轩出主意 告知苏畅我们四人给你解题思路 但不要选我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进行PK 也就是这样的战略联盟策略 加上王宇轩怂恿 导致苏畅PK淘汰比赛选择了朱辉宇 朱辉宇纵然实力超强 但也终归难敌五人之力 毕竟诸葛亮还不敌三个臭皮匠呢 朱辉宇被淘汰出局 按理说苏畅应该大杀四方 结果这一期比赛名次都靠后 也证明上一期比赛是战略联盟战胜了朱辉宇 而不是他个人 当苏畅被淘汰 镜头给了现场观战的朱辉宇 很耐人寻味 当苏畅被打回原形 不知道他心里做何感想 脑王盛典开场之前 最尴尬的人或许是杨逸和朱辉宇了 这两个脑王论实力 应该是这一季选手中最强的 很多人本来希望他们当中的一个能再度封王 创造神话 但可惜的是 他们已经先后被淘汰 目前只剩下白宇鹏这个脑王独苗了 作为实力最强的选手 在脑王盛典上只能在场下当观众 这种感觉的确有点落寞 更难受的也许是朱辉宇 毕竟杨逸早就被淘汰了 现在差不多已经平复了 而朱辉宇本可以进入脑王盛典的 谁想上一轮 他居然被苏畅淘汰 只差一步就能参加决赛 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出局 朱辉宇的内心肯定有意难平的地方 其实很多观众都认为 节目组之所以把三大脑王请到第十季 就是为了给新秀们铺路的 因此 三大脑王必须要先后出局 成为新脑王上位的背景板 关于这一点 朱辉宇被淘汰的时候 其实已经暗示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朱辉宇被淘汰 或许是早晚会发生的事 不过 如果你看完脑王盛典第一站 或许会意识到 上一轮苏畅淘汰朱辉宇 或许只是一个意外事件 的确 朱辉宇早晚要被淘汰 但在节目组的预设中 他不该在那个时候走 而脑王盛典第一场比赛 Q牛快跑 才应该是朱辉宇的出局之战 为何这么说呢 朱辉宇最怕什么 作为一个胖子 他最怕的就是那种来回奔跑的项目 过往的比赛中 朱辉宇总是一副慢悠悠的姿态 一切都像是胸有成竹 但Q牛快跑这个项目 比赛时间长达75分钟 比赛中选手们要不断地 在几个柱子中寻找碎片 就像是走迷宫一样 可以想象 如果朱辉宇参加这个项目 他有多吃亏 看看长俊术的表现 他还不算胖 只不过身形比较高大而已 最终他居然没能做完 落得倒数第一的位置 朱辉宇如果在场 或许还不如他 记得上一期的时候 庞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朱辉宇最大的短板就是体能 如果比马拉松 他肯定输 而Q牛快跑这个项目 应该就算是最强大脑舞台上的马拉松了 可以说 这个项目对胖子来说太不友好了 如果朱辉宇 尹家辉这样身材的人参加这个比赛 他们能不能全部完成 都不一定 假设一下 如果当时苏畅没有选朱辉宇 而朱辉宇顺利躺进脑王盛典 第一站就遇到自己最害怕的项目 这不就是逼自己走的节奏吗 最强大脑的舞台上 不是没有这种体能题 但Q牛快跑似乎有点过头了 即便对一个身形灵活的人来说 来回穿梭于力柱之间 时间长了都会头晕 何况那些动作慢的胖子呢 或许 节目组在脑王盛典第一站就安排这样的项目 就是想对朱辉宇进行一次极致的考验 如果他经受不住 正好就出局了 当然 朱辉宇压根就没机会打这场比赛 王兴冉虽败尤荣 而另一辈淘汰选手是王兴冉 作为场上八强中年龄最大的选手 而且是八强中唯一的女选手 她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她虽败尤荣 这一季的脑王获得者将担任中国战队队长 将带领队员迎战国际战队 水哥王玉恒请战 三年前罗伯特 戴希盟代表国际战队放话 向中国战队发出挑战 因疫情原因中国队虽应战 但未能成功对战 如今 对方宣战 我方接受挑战 水哥王玉恒在现场表示 如有需要 自己可以参战 赵之急战 战之必胜 让人听完激动不已 增加脑王环节后 一定有替补队员 届时王玉恒 杨毅 朱辉宇 黄明锐有可能是中国战队成员 比赛将最具看点 鹿死水手 拭目以待 您说呢 您觉得 谁将获得这一季脑王 您觉得水哥王玉恒 会成为中国战队队员吗 你不认为 stones